西埔探访第十五集 西班牙瓦伦西亚科学艺术城 进入了瓦伦西亚 直奔科学艺术城 瓦伦西亚图利亚河 1957年大水灾改道向南移 留下干渴的河床达七公里 这座水池就是当年的干河床 耗资百亿台币 兴建目前的科学艺术城 当晚了看艺术城全景 这座艺术城由卡拉特拉瓦所设计 眼下所看到的是科学馆 分成五个部分 这是天文馆 这是植物馆 植物馆的内部 科学馆 科学馆 以植物馆间的走道 这一栋建筑是歌剧院 白色建筑是科学馆 黑色建筑是海洋馆 正前方是海洋馆 这是科学馆 中间是天文馆 左边是艺术歌剧院 左边是艺术歌剧院 左边是植物馆 右边是天文馆 跟艺术歌剧院 架起汽水的好地方 水池边的天文馆 与植物馆 科学馆内部 艺术歌剧院的夜景 单侧悬岩市桥梁 横跨旧河道 傍晚市的桥梁 这是海洋馆 海洋馆的另一面 海洋馆的正门 有一座鸟类公园 海洋馆的国旅馆 外园 海洋馆的旅館 海洋馆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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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水珠馆 这是半边鱼 红色海心 这是海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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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姆群群 吉姆群群 吉姆群群群群 吉姆群群群 吉姆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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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谢谢观赏